陪玩家直接超齿all in 我们call的比春天的兔子还酷 我的贪欲又又又又又一次战胜了我的理智 黑格尔所说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 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Yo yo what's up 继续征战Vpoker 今天我们能不能找到属于我们的pokerjustice 能不能领先不为BB 能不能落后一张就到 能不能bluff的对手闻风散打 能不能value的敌人找不着北 让我们拭目以待 首先可以看到我们可爱的小胖丁 在小盲位置拿到AQS 面对button的open 毫无疑问 基本上是一个百分之百的3B 我们3B到340 大盲和前卫limp的鱼都选择气牌 button很有弹性 没有选择跟住 而是进行了一个小4D 这里我们没有位置 感觉可以fold的一部分 跟住一部分 再反弹5B一部分 实战中我是不可能fold牌 一定会找到理由 让自己跟住 或者反弹 这边我们选择跟住 flop天花面 我们击中顶对 我们没有听花 但AQ在这里 大概率是good的 落后他的AK AA和一些类似 KJ梅花这样选择4B的牌 这边我们过牌给他 他snap check back turn一张5 他flop的snap check back 让我觉得可能我们面对的是 一些QQKK的牌型 我们应该主动去要价值 这边他如果不带草花的 KKQQ就很难抵抗了 而带草花的 QQKK是不会弃牌的 所以这边我要价值 就是针对他带草花的 KKQQ这样的牌型 所以这边要打一枪中注 三分之二part 期待他去跟住 结果超出了我们预想的范围 他选择在后卫加注 这里跟我说他flop snap check back 是一些超强牌 是AA在慢打 或者KJ梅花在慢打 然后turn面对我的bet 突然决定不慢打了 要raise我 这选择line不是特别合理 其次我们的AQ没有梅花 不blocked带一张草花的bluff 比如他这里有可能是 KJO带K草花的bluff 或者是QQ带Q草花转bluff Anyway我们选择跟住 看合牌的发展 合牌使得这个潮湿的牌面 愈发潮湿 单张成顺 但这个4Bpart 这个顺子大概率 跟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 基本上他所有在turn的bluff 到了river都没有成 我们还是过牌给他 希望能走到showdown 结果他小小打了半吃 他当然有可能有任何牌 但这个牌路 我们闭着眼睛选择了跟住 结果他是KTO 连K花Q花的blocker都没有 是一张T花的blocker 用KTO来4B我们 并且选择了一条古怪无比的行进路线 我们拿下这个底词 然后变成了5人池 我们在大马拿到5TS 面对button的open 我们亮出了自己防守汉将的底牌 选择跟住防守自己的大马 flop 我们大到天上去了 击中顶对后门花后门顺 后门4条 过牌给preflopaggressor 他选择c bet满持 跟我们说他是那种拿到超队 在这个面会无脑打满持的选手 我们别无选择 跟住 一张4 除了顶对我们又多了两头顺的听牌 我们依旧经典过牌 结果这个玩家在明显不利于他的牌面 继续李逵乱锤 锤一枪超齿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 感觉在说我这里就是AA 你爱咋咋地 那我们没有办法 首先领先他类似于AKAQ这样乱锤的牌型 其次即便落后我们还有顺子的出路 River Poker Justice 我们后门顺城了 这边根据他李逵的牌路 我们完全可以放弃平衡 加入一些剥削打法 加入Dunk以免错失价值 这边直接Dunk一个满持 这个Dunk完全不平衡 我难以想象我会在这里 有任何一首bluff 能混合到这个Dunkback里面 但是面对李逵王家 平不平衡又有什么所谓呢 他选择跟住 亮出他的KK 我们拿下这个底褶 然后奶奶牌来了 我们在前位拿到KK Open160 Button这个小猴子跟住 小芒的小松鼠 直接给我拉了一个10倍的3B 又一个李逵玩家 大马玩家弃牌 这边呢我可以选择4B 或者跟住 跟住呢 说不定这个小猴子也能跟住 这样来到flop SPR又基本1比1 flop不掉A 我们无条件打光 说不定可以吃得更饱 临场贪婪的我选择跟住 小猴子弃牌 flop662 那无论如何 我们是不可能弃牌了 这个李逵玩家直接超迟 all in 我们call的比春天的兔子还快 结果面对的是AK 发完全程 我们又拿下这个底褶 然后我们在Undergaard拿到45S 位置太靠前了 不应该去游戏中的垃圾牌 但我没有忍住 选择了open 这也就预示了我们悲惨命运的开始 终为一个玩家跟住 大猫王家又三逼一个非常大的尺度 今天遇到的全是李逵玩家 这边大猫的后手非常深 我的贪欲又又又又又 又一次战胜了我的理智 本来一分都不用输的我 选择了在有力位置 跟住进去看翻牌 心中幻想着一旦击中 清光这个大猫 flop9T3 我们有后门挖后门顺 后门三调后门两队 我们有可能有set3 9TS 这种他不太可能有的大强牌 他选择过牌 这边我们针对他所有不带方片的 两高章进行一个操作 bet21part 他选择跟住 跟我们说他的超队 在flop就开始控制 保留我们的bluff 所以我大概率准备放弃了 但是turn掉了一张方片Q 我们flop的bluff排行 任何的听花牌 以及kj8j都中了 而这些牌 他作为一个preflop3beta flop checker 都是不太会有的 这边我看着我的5嗨 觉得竟然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发出这个牌面 咬碎了牙也要走下去 继续我们的bluff 打的sense呢 我的打算是能够到river 我有一个满持bluff的空间 拉到了5600 心中苦苦哀求他赶紧计牌 结果没有 他还是选择了跟住 他这个跟住 我脑海中大概率浮现了 他应该就是KK QQ AA中的一手 QQ不可能fold AA和KK到river的牌面 兴许有可能被我打fold river呢出了一张非常不利的牌 叠牌9 这里我应该考虑放弃 这张9呢 让他的QQ成了boat 所有的AAKK 也变成了更安全的牌型 我心中出现了两个小人 一个人告诉我该理性放弃了 结果另一个小人 大骂那个理性小人pussy 说都走到这一步了 你还有得选吗 那个小人帮我按下了all in按钮 结果对手没多想 就选择了跟住 亮出他的AA 带那张方片A 这手牌呢 我给对手的AA打满分十分 巧妙了利用我的贪欲 埋伏的巧妙 跟住的坚决 给我自己打一分吧 每一条街都应该放弃 但我却都选择了坚守 这个session靠运气赢的 全都靠技术输了出去 然后终于又到了我们最喜欢的环节 pre拿到AA 被李逵大尺度3b 我们这边因为刚刚有大bluff的形象 拿到大牌 肯定是毫不犹豫的造大底池 选择4b到3000 小松鼠 利逵 5b all in 9000 结果又是奶奶牌 我们AA 打倒霉蛋的KK 我们拿下这个底池 除了运气 我真的一无所有 然后我们在小盲位拿到24s 面对buttonopen 选择for牌 其实并没有 我们选择鱼扣进去看翻牌 前卫limp的鱼也跟住 看到flop 我又忍不住悔恨 扑克之神对我这么好 我为什么要瞎bluff 乖乖地等中牌不就好了吗 我们24sutty 击中敌两队 且这个面有大量的jaw 结合我们bluffy的形象 是拿价值的最好试剂 面对button的三分job part 我们这边选择直接race 造大底池 然后button在flop 对我们进行了一个3b 跟我们说这边他的超队 想直接和我们的jaw打光 想得很好 可惜我们不是jaw 那在他套匙的情况下 也没什么好说了 我们直接all in 他亮出QQ 跟住turn 令人不安 river有惊无险 我们再度靠运气 拿下了这个底池 然后我们在hijack拿到JJ 面对上架大尺度的open 我们3b到880 上架跟住 flop28k 我们被盖了一点帽子 但仍然手握强牌 上架check 我们这边JJ 还是能拿到不小jaw和手队 或者类似89s 这样的牌型的价值的 也不用打大 一个标准的三分之一part of the bet 结果上架给我来了一个check race 这边他的价值牌型就是2288 以及有可能的8ks bluff就是所有的花庄 我们这张红桃J对我们很不好 因为block他的TJ红桃 JQ红桃这种带红桃的bluff 但他在我们拥有无限范围优势的flop 对我们进行check race 且我们还有一个对子 不可能立刻起牌 选择跟住 TUN出了一个6 他选择过牌 基本就是放弃的意思了 我们可以下注保护我们的手牌 也可以过牌 把他的bluff留到河底 临场选择check back River掉一张Q 他过牌 这边我们要不到太多牌的价值了 选择有show down check back 结果他亮出99 这个99呢 我给他打两分吧 pre不算太差 open然后跟住3b 但flop的这个check race 又是在干什么呢 可以直接一个简单的check call 到后面两条街 再看变化 这才是更好的选择 或者你就真的直接转bluff TUN和River接着锤 我还敬你是条汉子 Anyway 我们拿下这个底诗 今天最后一周牌 我们在highjack拿到5-6sooting 可以看到这个超级防守 又在我的下架 来进行他的超级防守了 在cutoff3b到1120 正如黑格尔所说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 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我们又拿着5-6s在不利位置 靠住他的3b进去想办法了 而且人家明明就叫超级防守 为什么我拿垃圾牌要和这种人过不去呢 Anyway 我们跟住 flop出5qq 我们在a b面击中小b 有后门花且block bolt check给超级防守 面对他的bunch下注 我觉得这边是可以有一些check wrist bluff 以及check call去看后面的发展 临场我选择check call turn 前门花道 一张红桃9 我check 超级防守 check back River出一张红桃A 我们没有showdown value block5的bolt 这边是时候开始想办法了 其实呢 在3bpot River这个面去bluff的 针对的是他的一些不含红桃的 类似KK JJ 或者AK这样的排行 所以其实打半时也就够了 但他是超级防守 所以这边我们要忙起来 打了一个满池 最后呢 他选择气排 我们亮出我们的56s 气息这个超级防守 好 今天这几个session呢 主要就是靠运气赢钱 靠糟糕的bluff输钱 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 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今天的战绩 负一万五 我们下期再见